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皇帝的身影始终是那么引人忠目 他们的生活环境 面临的形式 成长经历都各不相同 因此他们的性格也各异 有的皇帝英明神武 有的皇帝心狠手辣 有的皇帝长寿 有的皇帝短命 而在这些皇帝中 清朝的顺治皇帝 无疑是短命皇帝中的一员 他只活到了23岁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短短的人生中 却生下了14个孩子 那么顺治皇帝是如何做到的呢 顺治皇帝明府里 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 也是清朝定读北京后的 第一位皇帝 他的父亲黄太极 去世时没有选定接班人 因此朝堂上的争斗不可避免 在这场争斗中 黄太极的十四的多尔滚 和他的长子豪格 是最有实力的两位 然而 多尔滚意识到 如果长时间争夺 最终的结果对他极其不利 于是他退而求其次 拥立弗林为帝 就这样 年仅六岁的弗林登上了皇位 在多尔滚的摄政下 弗林度过了几年的悠闲时光 然而 多尔滚却没有想到 弗林内心深处对他充满了厌恶 顺治七年 独尔滚去世 弗林开始亲政 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军权的措施 表现出了他的年少有为 顺治亲政后 他在个人生活上也开始忙碌起来 他先后策立了两位皇后 都是博尔基基特使 然而 他对这两位皇后都不满意 顺治想要废除他们 除此之外 顺治还有一位皇后 也就是康熙皇帝的生母 孝康张皇后同家世 不过是后来被追封为皇后的恶 我们都知道 顺治最疼爱的是孝宪皇后董厄妃 董厄妃是在顺治去世后 才被追封为皇后的 顺治对她一见钟情 对她的宠爱无人能及 当董厄妃生下儿子后 顺治更是宠爱有加 顺治班照天下 称她为朕第一子 然而 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 董厄妃也因此病倒 最终去世 除了这四位皇后外 顺治还有众多的妃子和哥哥 据历史记载 她有七位正妃 九位恕妃 和十七位哥哥 如果加上那些无名无分的后妃 顺治的后宫人数可能要翻一翻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后妃 顺治才能在短短的人生中 生下十四个孩子 顺治皇帝的子女数量之多 不仅令人惊讶 也让人不禁思考 她是如何做到的 根据史料显示 顺治皇帝有八位皇子和六位皇女 而她从亲政到巨室 只有十年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 她在处理政务的同时 也在后宫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1660年 董乐飞去世后 顺治深感痛哭 为了缓解内心的郁闷 她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并且实际行动起来 体成了光头 然而 在毛希森本世 玉林通秀禅室的劝说下 她放弃了出家的念头 但她对佛法的向往 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顺治皇帝的生活 充满了戏剧性 她在年轻的时候 就登上了皇位 她的后宫人数众多 她的子女数量也多 然而 她的生命却短暂 她在2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留下了14个孩子 她的生活 既充满了辉煌 也充满了悲剧 顺治皇帝的生活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她的后宫人数众多 她的子女数量也多 这都是她的选择 然而 她的生命却短暂 这是她无法选择的 她的生活 既充满了权力和荣耀 又充满了痛苦和遗憾 她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的人生 既有辉煌的一面 也有悲剧的一面 顺治皇帝的生活 也让我们看到了 清朝社会的一面 在那个时候 皇帝的子嗣被视为国家的根本 因此 皇帝需要有足够多的子女 然而 这种观念并没有考虑到 皇帝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也没有考虑到子女的生存和成长 这种观念 虽然在当时可能是合理的 但在今天看来 却是有问题的 顺治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皇帝的人生 既有辉煌的一面 也有悲剧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